诚语确实很难 不是这个吧 这是诚语 哦是吧 这个诚语 这不是诚语吗 那这个目标是你的状态 那我一帆风顺 好的 那你解释吧 你是不知道一帆风顺的意思 我不知道 对对对 是不是有名的 云反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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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反风顺是什么意思 云反风顺 就是这条路一直都顺着的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 希望 大家走远行之后 能够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的话 我们都会说云反风顺 然后希望一切都非常好 对93 我解释一下 很快便说 最容易有点通过 在rode 那你能社交通的 它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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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做了一位学生 Léo 你好 今天我们会做一位 在 Mandarin 有些下籍 要知道 一位中国人在法治 在他的研究 不再待 我们开始了 那W OK 那你自我介绍一下 简单的 说你的名字 你是专业 岁数和大学 你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 我叫陈希祥 你说中文吧 没事 真的 真的 我今年27岁了 那你说一点 你出国了没有 是第一次出国 是你之前去过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所以法国是我第一个来的国家 那你在法国待了多长时间 我在法国待了两年 两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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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知道 为什么你选择法国来 这是法国学习 因为首先我是一个学习艺术的学生 所以呢 在我的印象当中 除了美国 之后 法国是我认为 在学习艺术领域当中 最适合来 也是最值得来的一个国家 哇 对 所以我来到这里 而且 电影是在法国诞生的 所以我就是 想来到法国 去亲身体验下 这边的艺术氛围 我以为他会说 因为我喜欢法国 因为我特别爱法国人 所以我猜来了 没事 他说的理由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继续 在来法国之前的话 我们是必须要达到 B1的水平 法语B1的水平 法语B1的水平 B1 Niveau B1 B1 然后 我们的专业 是属于文学 所以 我们是要求C1的语言 对 我们来说 想去中国的法国 美国 英国人 有那个HSK 有一个 Niveau的HSK 有一个 HSK 1 2 6 6是最难的 我们继续说 那你觉得 来法国 不管有那个B1的要求 学法语 难不难? 嗯 对啊 非常的难 因为它有一些 有特别多的 功语Gaison Wiii 功语Gaison 然后 所有的单词 它有可能都会有一些 Masculine Feminine 甚至一个单词 它会有两种阴阳性 那这个是 Un bouteille 还是Une bouteille Une bouteill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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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逻辑 就是 不能说 这个东西是 你自己想男的 女的 那电脑呢 是男的女的吗 是的 那电脑呢 是女的 是男的 是男的 所以 我明白 辛苦了 那你觉得 说 背下那些 男的女的 或者 GGaison 考试呢 有时候 有时候 会不会有单词 的模 你完全不知道 老师 要求是什么 对啊 肯定可以遇到这些单词 所以就是 考试当中 就是根据 跟着感觉 在回答问题 然后再回答 然后也没有办法 我知道 我在中国也是 但是我一开始 老师说什么 老师我不知道 老师 我是外国人 在中国 可以这么说 但在法国 我们在法国 在法国 我们不可以说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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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 我知道 你不是那种 会告诉老师 真的老师 我是外国人 但是 你感觉 老师 会不会考虑 你真的不是法国人 会给更多的解释 还是他完全不在乎 谁是谁 我觉得 也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就是 有 肯定我是觉得 就是有 有大概 两至三种类型的老师吧 就是 有一种类型的老师 就是他对外国人 就是非常的友好 嗯 就比如说我之前 有一个老师 然后他就会问我是不是 上课 能不能跟得上 就是能不能听得懂 他说的 是不是他说的东西 特别的快 然后另外一些老师 就是 就是可能他 他就是专注着自己的说 讲课 所以他 他可能主要是 就是把自己的东西给说完 然后还有一部分老师 就是可能是 因为我们作为外国学生 我们没有向老师提出这些要求 嗯 可能老师 他并没有知道你所处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是这三种情况都有可能 嗯 但是 给我的感觉的话 可能大部分的老师还是主要是自己在讲自己的课 对对对 我能理解 我们想知道你在法国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法国的生活 对 我觉得在法国学习是一件非常孤独的事情 可以 因为这个跟中国不一样 因为如果我们在中国的话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在外面自己去租房子 我们会 我们的学校大学会给我们所有的学生 所有的学生都安排在一起 然后大家住在一起 所以的话 这样的话就是 我们是一种集体的一种生活方式 有四人的房间 也有六人的房间 然后就大家住在一起 然后相互帮助 然后一起上课 一起吃饭 然后一起玩 对 来到法国之后就是 就发现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自己去完成 然后就给人一种 嗯 然后再加上因为中国也没有认识的人 没有认识的中国人 然后就是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孤独 嗯 所以我其实同意 我说法语 就是很快的解释 其实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当我们在中国 特别人 我们在外面 我们在两个人 我们在外面 所以我们经常跟别人 我们经常跟别人 我们经常跟别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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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外面 我们在外面 我们平时 有些人 在法国 我们在外面 在法国 我们必须要做所有的东西 这是一种很难的试试 然后我们就习惯了 你现在习惯了吧? 我相信你习惯了 经过两年的时间 我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生活方式 还有那个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吃饭 我心里有很多不同的食材 有很多不同的食材 食材开明天 在午餐和午餐 我们有早餐,午餐,还有晚餐 而且这不是太贵 而且是非常好 你觉得法国第一没有早餐吧? 对,完全没有 包括也没有早餐店 对 没有早餐店 是没有721 然后KPAP要等到10点左右 10点左右 对 喜欢9点左右 对 那你食堂午餐的时候 食堂你去过没有? 二大的 我当然去过 那觉得 我觉得 给我的感觉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吃二大食堂当中的那个 那个 frites和那个 steak steak frites 这个是我比较习惯的 然后其他的话 可能就不是特别能接受得了 对 我自己接受不了 尤其是饭的话 我接受不了 因为觉得那个饭可能不适合我们的口味 对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们 这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人才这样说的 我也接受不了那个饭 我特别不喜欢 没有味道 还有什么 在中国我超喜欢他们的饭 超喜欢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对 菜其实很多 而且价格很便宜 价格特别便宜 我觉得 哎哟我想回家 肯定会有这个时候 就是自己在遭遇到一些 比如说上课的时候 觉得有一些专业词语 听不懂的时候 然后上课感觉就是特别费力的时候 和以及在即将要考试的时候 心理上非常大的压力 对啊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觉得好想放弃 好想放弃 但是后来仔细就想想 我做出了这么多努力 我不能半途而非 所以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对对对 所以想家是肯定是很正常的 只要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有这种心理 但是 那你想家的时候 你一般做什么 我也会给父母打个电话 但是一般不会把自己的一些情绪 跟父母说特别多 有时候会不会找朋友 对啊 所以就找你啊 那说朋友 你觉得在法国找交朋友容易吗 还是 我觉得 觉得应该要是看人 因为 因为比如说我事实上 我认识一些中国人 然后 他们说 其实他们交朋友 并没有那么困难 但是对于我来说 可能 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个班级的人 可能 可能并不是特别关心中国的文化 所以他们可能不是特别感兴趣 然后再加上 大家有可能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的事情 是 所以一下课的话 就大家都是各自回各自的家了 所以就是这样 可能对我来说 我感觉啊 我还是相对比较孤单的这种感觉 但是还好 我能认识小月云 哈哈 那那个 我记得我在中国 我一走路啊 在路上很多中国人 你是哪个国家来的啊 你叫什么 要不叫微信啊 所以我一共有七百多个朋友 都不知道是谁 因为我一直在碰到很多陌生人 让我交朋友 我就觉得法国比不上中国的那一步 中国人肯定还是更热情 其实中国人对外国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热情 那你毕业之后回家还是想在法国工作 这个其实我大部分的想法还是想回到中国 对啊 因为其实现在中国发展的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对 所以 那现在我们快要结束那个采访 有没有就是我们的法国朋友 你可不可以就是告诉他们一个 中国文化当中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自己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了 不不不不 不知道我在想 我在想说什么比较简单 然后 那饮食 我喜欢吃饭 让我们说饮食文化吧 哈哈 哈哈 我在中国 我是等到八点才出去吃饭 然后我发现了什么都关门了 怎么办 在法国你来之前知道我们是八点后还是对吧 对吧 就是你六点半去食堂之后没有人吧 是关门的 是七点钟开门 对 七点钟才开门 对 七点钟才开门 那如果时光回到你刚来法国的那一天 嗯 你当时会说什么 告诉你自己什么 我会告诉我自己什么 我一定可以很好的完成这一篇的学业 对 嗯 然后 就是这么多吧 对 因为我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去了解更多法国关于电影方面的知识 对 所以我是觉得我希望可以尽大可能的去多吸收一点知识 嗯 好 那 Tinder 那你 你学了什么 又什么 什么 的 的 的 你 说我的爱吧 我 我看我的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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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些人說過 他們會太傻的 他們也不想唱 Edit Piaf 非常棒 我感謝 Leo 我感謝你來的參與 在下期视频我会想吃的鸡鸡 鸡鸡 这会是非常有趣的视频 你也想做得好吗 是的 我们会吃的鸡鸡鸡最糟糕 好的 我会试试 好的 我认为我再来一个视频 我们会吃鸡鸡鸡鸡 因为我甚至买了一些鸡鸡鸡 看看什么它做 在下期视频 谢谢观看 拜拜 再见 再见 再见